第十七回 贞观之治 隋朝在开皇年间达到极胜 全国户口一度达到870万户 然而 经过隋阳帝的一系列暴政 惊喜多年的天下混战 名不聊生 人口死伤无数 唐朝初年 武德年间 全国户口只剩200余万户 唐太宗继位面临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国内名声凋敝 财用不足 外有强敌突厥 无事单单 面对这样的局势 太宗与群臣主要面临两大客户 首先保障民生 其次增强国力 民生与国力目标看似一致 实则也互相矛盾 古代治国的难处恰恰在于此 为了充实国力 一味加大赋税 杀鸡取卵 民生赤壁凋零 一味侧重民生 轻摇薄赋 国用又会不足 甚至无法抵御 突厥侵袭 人民方面的生产与国家方面的征收 需要妥善协调才能渡过难关 最终 太宗与群臣制定了一套天才的机制 解决了问题 那就是均田制与租庸条制的二元一体 两个制度互相依存 互为表里 离开彼此则无法独存 唐代均田制继承北魏以来的均田精神 指向成年南丁寿田 每人翻八十亩口分田 二十亩永叶田 八十亩口分田死后归还国家 二十亩永叶田可以世代传承 均田制相当于向全国的人民分配的生产资本 鼓励人民发挥地利与劳动力 促进粮食生产 均田制创造物质基础保障民生 租庸条制则规范赴税以充国用 租庸条制可分为租 庸 条 三个部分 租 意味着租税 规定繁德国家寿田南丁 每年需要缴纳粟米二蛋 庸 意味着劳役 规定南丁每年要替国家扶劳役二十天 调意味着调整 规定南丁根据居住地物产 调整向国家献纳之物 第一种缴纳选项是 缴纳军布二丈 免三两 第二种是缴纳布匹二丈五尺 麻三斤 均田制与苏庸条制两亿齐飞 实现了太宗的治国逻辑 在保障名声与农石的前提下 合理征收相对较轻的劳利与富税 刺激整体生产力的提升 带动国家实力的增长 古代中国农粮为本 目独则莫封 农业的兴盛也带动手工业与商业的全面发展 促成了人民丰衣足时 路不时宜的大智市 史称征冠之治 唐朝虽然重农 但却不易伤 手工业与商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各地都形成独特的商品 除了既有的丝绸 麻布 铁 纸张之外 瓷器与茶叶也成为行销全国的大宗商品 停下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 共有人口36万多户 是汉朝长安城的两倍 洛阳的大运河开通后 逐渐成为南北曹运的枢纽 各地周郡的曹运船只云集于此 商业也自然发达繁忙 以长安为中心 东至宋州 汴州 西至齐州 川鼠 南至景州 襄阳 北至太原 范阳 沿路都有 店铺与驿站 堆满了食物与美酒 方便沿途商人购买 大江南北的水陆四通八达 大大小小的商船 树木繁多 水陆与陆路 桥通都极为发达 一起构成了 异常繁盛的商业网络 虽然 贞观之志时期的唐朝 人口与财富 没有超过随朝的巅峰状态 但他为之后的开源盛世 奠定了坚持的基础 中华文明即将迎来 极盛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